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Watt News 今天是首日25星期日 外面雨蒙蒙天陰陰 不過仍然有些新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個當然是剛剛在昨天完成的 台灣的九合日選舉 高雄市今次由20年來 由國民進黨執政終於綠地變藍天 國民黨的韓國瑜 六月才開始在高雄出現 突然間韓國瑜的韓風吹遍了高雄 今次我覺得最大的亮點 都可以說是在一個所謂民主 就算是比較成熟的地方 一些普世價值 民主自由 原來到最後都要回到那個還原基本步 那個點就是民生 甚至乎簡單一點就是 有沒有一個好的生活 民進黨在那裏執政了20年 中間就算是有一些天災人禍也好 都對於他的政黨來說 沒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甚至他們自己都可能不知道這些影響 好像其實之前曾經發生過的 這個地下的煤氣管爆炸 甚至乎這個今年的大水 大家都以為這個代表民進黨的陳其邁 會很容易躺在那裏選都會贏 但世事往往令人內人尋味 在一個之前大家都看好的情況下 最後就輸了 那我自己就很覺得 這次韓國瑜的政綱裡面 經常都提到要令到高雄富起來 要大家有錢在袋裡 那無論如何都好 很明顯現在他贏的票數 20萬計 那就是說高雄的市民 就算不是完全聽完 韓國瑜的一些競選語言都好 都對於過去一段長時間高雄的經濟環境 民生相當不滿 其中一件事我自己都有些體會 就是說今次有很多的民眾 他們在對著電視機或者對著鏡頭前面 都提到他們有子女需要去到台北那裏找食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我覺得對於這個 尤其是中國人的社會裡面 自己的子女離開自己那麼遠 那不能夠大家經常見面 我想這一個都是其中一個 反映到高雄的經濟不濟的情況 亦都是令到民心思辨其中一個最大原因 因為反過來說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觀 照計在台灣來說應該非常受落 而且民進黨在那裏執政有20年 盤根挫折 照計他們的選舉機器 比國民黨二十年來都可以說是搞不起的 相對來說沒有理由今次輸得那麼慘 所以很明顯地今次其實那個選舉結果 就看得到去到最後了環球的政治 那個環境變化都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你看得到美國的所謂美國優先論 很多都是針對就是說 怎樣搞好它的經濟 而今次台灣也是一樣 最緊要都是搞好經濟 今次我認為對於香港的政治圈來說 最大得著就是在於 應該是會看到台灣是一個借鏡 如果還是過往的一個政治理念掛稅行先的話 我想未來的選舉都會死得快些 好 今天先談到這裏